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嗯 最近在網上都流傳了一份資料 就是美國科學家研究發現 付出和回報之間有些秘密能量的轉換 其實這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經常都聽到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大家都知道一種倫理的 恩果循環 大家都在現實生活中都會認同的 因為很簡單 在物質生活中可以看到一些現象 例如你經常在這裏冷凍倒垃圾 結果就污染水源 恩果 亂斬樹木就導致沙土流失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講的 這是因果的 大問題是有些人用眼看不到 或者不能直接觀察到的 因果循環規律 有些人就會半信半疑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有時候都會懷疑 有時候都知道有些家族 以前是做很多壞事的 但是跟著很有錢 但是看回他後一代又不是覺得什麼那麼差 沒錯 那到底有沒有呢 所以很多人都會懷疑 好了 我們最近在網上收到一個很好的資料 所以這次值得和大家分享 原來英美有兩間大學 一間叫做加德夫大學 我應該是Cative University 和泽州大學聯合了研究顯示 他說惡有惡報是有科學根據的 那他統計發現 他說少年罪犯 身體雖然是 常比童然的手法少年 即童然的手法少年是強壯的 但是當他們步入中年之後 身體健康狀況就會急速下降 住院和傷殘的風險 比正常人高了好幾倍 這個比較好理解 就是你可能跟犯人的不良的生活習慣 和心理狀況有關係 是不是 香港有時候都有的 我們見到有時候全部都有報道 某些積犯、殺人犯 香港因為沒有死刑 在監獄那裏 到最後發現他都有癌症 什麼病都出現了 但是現在科學家 在神經化學領域 發現了這種現象 他說當人心懷試念 積極思考的時候 人體內會分泌出 令細胞健康的神經傳導物質 免疫細胞會變得活躍 人就沒有那麼容易病 正念常存 人的免疫系統就會強健 而當心存惡意 負面思考的時候 走的是相反的神經系統 就是說 腹向的系統就會激發啟動 而正向的系統被抑制了 身體的機能 的良性循環就會被破壞 所以呢 善良正直的人 往往是更加健康長壽的 這個是科學的研究得出來的結論 同時美國有一份雜誌 曾經發佈一篇文章 這一篇文章的叫做 《懷心情產生毒素》 這個研究報告 報告裡面說 他說在心理實驗室裡面的實驗 顯示 我們人類的惡念 會引起心理上的化學物質的變化 血液中產生一種毒素 當人正在正常的心態之下 向一杯冰杯裡面套一些氣 凝附是一種無色透明的物質 當人處於怨恨暴露 暴恐恐懼和妒忌的心情之下 凝聚出來的物質 分別顯示出不同的顏色 通過化學的分析得知 人類的負面思想 是會令到人的體液內產生毒素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實驗 是一個冰做一個杯 你噴一些氣出去 你的心境 你的思考 是會令到你噴出來 在冰那裡營結了一些 極清體是會有不同的 最近 美國理由老大學和加州大學 研究了一個 叫做社會關係如何影響人的死亡率的課題 他說工作人員隨機損失了7000人 進行了長達9年的跟蹤的調查 那個統計研究發現 他說樂於助人 和和人家相處融合的人 他的健康狀態和與其受命 顯然是優於常懷、惡意、心胸狹窄 損人力的人 而後者的死亡率 是比正常人高出1.5到2倍 嘩 在不同種族 階層健身習慣的人群裡面 都得出相同的結論 於是科學家公佈了研究結果 結果是什麼 行善能夠延長人的仇明 這真是有一些科學的證明 就是說一些人做得善事多 人都會長壽些 持長些 但事實上 在社會上有時候 好像未見到全部的情況 有時候 我都知道有些大家認識的人 應該是不太好的底子 可能很多這些人 會做很多慈善的活動 可能補償頒出來 他說不同的實驗都得出相同的結論 他說是純正、慈善、正面的思想狀態 是令到生命健康起育的 而惡念會讓機體組織失衡和病變 這個是心理醫學領域中發現的 這些早已是幾千年前的 中國古籍中都有系統的講述 孔子說過 人者仇 以及我們古代的醫書古代 你也講過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這些都是講出這個道理的 但是有些無純論者 都會講 這個心理意識的暗時作用 道德只不過是自己人制的 沒有什麼叫固定的標準 善良也沒有固定標準 好人壞人都是自己定義的 如果一個人在這種人為的道德分圖之下 長大就不會 如果人不在這種道德觀上長大 就不會產生一些影響 人體健康的負罪感 但事實是突然相反的 科學家最新研究發現 善良是有不同的能量頻率的 是嗎 有不同的物質的特徵 剛剛出生沒有多久 另外也沒有經過觀點教化的嬰兒 都有一支善良的本性 當人要說謊 欺騙的時候 無論情緒如何穩定 但心理狀態都會出現一種不自主的變化 而這些被精密的測方而記測度 人體的機器似乎也遵循著某些客觀特性在運轉 即是不會以人的思想狀態為改變 這些是一個科學的研究 當你是嬰兒子 未有道德觀 但嬰兒子也知道做些事情是錯的 或是說謊的 這會看到他的心理變化 當然了 有一世紀 均動全球的水結晶狀態研究 大家都知道 這位日本的科學研究員 Dr. Emoto 他就用一些水晶來研究 他說 萬物有靈 天地有特性的存在 善樂在自然中似乎有著客觀的標準 不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虛幻的概念 當水接觸到悲慈悲 博愛 幸福和鼓勵這些良性的信息 或者在一個微妙的音樂之中的時候 水結晶體會出現一些很漂亮的 美妙的形狀 那些是水晶的 但當水接觸到負面的信息的時候 水的結晶體就會變得彎曲 甚至根本沒有辦法出現水晶 水是生命之源 大家要看到 人體裏面一般成人70%都是水來的 當人處於不同的狀態的時候 他身體的機能都會發生類似的變化 作為我們做同的療法 同的療法 大家都知道同的療法的療劑 是經過很多次的稀釋 可以說稀釋到幾億分之幾的 但同的療法的療劑是有很驚人的療效 所以解釋就是說 其實他的療法是哪裡來的呢 是一個能量 其實是水的記憶 就是這個療劑會打一些水的記憶 就是一種pattern 這種在水裡面是帶著的 是 如果病人在水的記憶 那個頻率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處理健康問題 所以其實都是因為水作怪 水的記憶作怪 是 好了 二日世紀末 就流行了一種叫做 憑死的體驗 year death experience 和催眠回溯前世的研究 就給全世界帶來一種訊息 生命的輪迴 另外的空間 因緣的果佈 甚至天堂地獄 原來都是存在的 人做了壞事 對誰都誰都不好的 如果這一輩子沒有現了所謂現世現報 很可能真的輪到下一輩子 來上還的 直到那個業力上還到為止 甚至這個人投胎轉身後 扮演這個角色 和以前世的業力累積的 都是直接關係的 這種症狀 好像中國人一句老講的話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時候一到 什麼都報 這不是一個虛幻的說教 歷史上 現實上 是真實的事例 比比皆是 現在我們有 因為科學證實相互證實 好了 我們解釋 為何有些人做到壞事之後 都會受到報應呢 在這個物質世界的表象背後 是有些不是有著人類看不到的造化的手 是安排這一切呢 古人雲呢 天網灰灰 疏而不漏 善惡若無暴 乾坤別有私 這個宇宙運行的法則是公平的 這是一種穩定平衡一切物質運轉的保證 讓善者得好報 讓壞者惡報或惡報 為什麼做到壞事的人 你要承受灼禍呢 那個磨爛的果報呢 為什麼讓好人得好 而不是讓壞人得好呢 這個其實顯示了一個更大的事實 就是說在物質世界的背後 是有固定的規律 和有入雲行的特性存在的 而善的剛剛和這種特質是契合的 即是宇宙間是有一種善的能量契合的 所以才能夠長久的 而惡呢 是因為有逆了一個宇宙的特性 是根本導發而易於敗亡的 正如老主所講的 那個天道無親 常與善隱 好了 現在現代實證的醫學科學根據 當有了大量科學的依據的時候 人類才會承認和認識某些事物 所以很多歷史悠久留下來的傳統 因為當時的科學探索的手段未足夠 所以很多人在一般人裏面 都有很多排斥和議論的 其中事項善判是其中一狂 很多人都說是一種道德觀 是不是真的這樣 好了 現在的科學慢慢看到這個事實 他說儘管掃辦迎來善惡有報 一直以口以相傳的形式 但民交廣泛傳流 也有很多書籍 有些書叫《集福燒災之道》 有本這樣的書 還有《殷華錄》 記載大量活生生的例子 可以證實善惡有報的真實性 中間的過程怎麼運作呢 雖然很難令人接受和理解 但畢竟誰都看不過過程的轉化關係 只能夠看到那個報應的結果 是 好了 那麼 美國 美國那個 海斯西柱大學生命 那個倫理教授 史提芬波爾特 和小說家吉爾內馬克 從現代科學和醫學角度出發 對人的種種善行 和在付出和回報之間 究竟能夠發生了什麼關係呢 進行了一些深度的研究 這個研究人類 製作了一個詳細的測量表 並長期追蹤一些 樂於付出的人 分門別類 對每一種付出帶來的回報 進行物理統計和心理的分析 從而揭發了付出產生的醫療作用 和快樂的指數 一種擔心人口 樂善好事的人 這種善行確實對身體的身理 和身體健康產生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其中自身的社會的能力 和判斷能力 正面情緒和心態 都能夠全面提升 如果怕對別人一種會心的微笑 傳來一個友好的幽默的表情 這種這麼簡單的行為 都會令到原來口水裡面的免疫球 那個蛋白度增加 這些簡單的動作 笑一下 原來你口水裡面的免疫蛋白度增加 已經是有增加了 免疫能力就馬上加強了 它綜合了四十多間 美國主要大學一百多項研究的結果 和結合了長期追蹤的實驗報告 顯示的數據 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 人們的善良的行為 譬如讚美、歡恕、勇氣、幽默、尊重、同情、忠誠等等 這些行為付出的顯示 付出與回報之間 存在了一個神奇的能量轉換秘密 一個人在付出的同時 回報的能量是正通過各種形式 向這個人返回的 只不過大多好情況之下 個人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好像回音來的echo 你講出去它就馬上會走出來 我記得很久以前 有一個作者 他寫了一本很出名的書 我暫時想不起來的書 他都是說 你放出一個好的善意 就好像回音的方式 你會回來的 我一直想不起來 很多年前這個作者 是一本很出名的書 在香港當時講學的 好了 還有科學家在神經法學領域研究 發現了一種這樣的現象 當人心懷善念 積極思考的時候 人體內分配出 讓細胞健康的神經傳動物質 免疫細胞也變得活躍 人就不會那麼容易病 正念常存 人的免疫系統就會強健 當心存的惡意 而負面思考的時候 走到相反的神經系統 而負面的系統被激發了 而正面的系統被抑制了 身體的機能量性循環就會破壞 實際上 中國古代的很多醫學巨主 皇帝內經都講過 正則神藏 粗則消亡 正是人的精神 情志保存在一個淡白寧靜的狀態 神氣清淨的武澤念 是可以達到真氣內存 心神平安的目的 其實正的意思很廣泛的 不單止是靜止不動 只不過人的思想和行為 是受到外界的衝擊的時候 有一種擴達的心懷去包容 去體諒 而不是晚上進入一種熱戰的狀態 是 是 軟道科學已經表明了 人在入靜的時候 大腦可以回復到 兒童時代的腦田波狀態 令衰老暫時得到逆轉 反到頑童 還可以 好了 總之科學研究 善惡有報已經超越了 所謂有神論所提倡的生命價值的取向 而整個人類在這個基礎上發展 和生存的規律 這些科學研究 也都 側面證實了 古人對善惡有報的信 而不是思想的封閉和愚見 是那時候 很多人的群體對生命的基本的看法 所以 對善惡有報的信 就是 人的思想是開闊的 開明的 心態開放 使用傳達著的生命 對未知事物保持的謙卑 因為這種信本身是一種開放的態度 所以不會隨著用極端的思想去封閉自己的出路 思想的境界 亦都容易擺決惡念的禁固 開明的思想會產生效果 自然的能夠感應天地之間的和諧 這篇文章是寫得非常好的 我過去一直都有想 這個宇宙 我覺得是一個善良的宇宙 因為如果這個宇宙不是善良 其實人類很快就應該就完蛋了 所以我覺得最終 宇宙的能量是一種善良的能量 人之所生存 其實人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人可以這樣說是有一個自私的心態 因為人需要求存 所以基本上 一個人出生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雖然因為要求存 生存的需要 所以有自私的心態 但是為什麼人的品種 繼續延續呢 因為人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父母對小朋友的子女的愛 是一個無條件的愛 因為有這種特性 人這個品種才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我相信 宇宙最終最終的能量 是一種善良的能量 否則人類生物 老早是互相自己毀滅了 這個當然是 譬如在自然動物界裏面 產生有肉肉強食 但是有天敵之餘 其實他們都可以有共存的空間 如果這樣看來 就真的把善友善報 愛友善報 或者正面思想想法 其實對於我們身體的治癒系統 其實有很大的牽連在 現在科學已經研究了 證實了出來 所以有時候 看到我們有些病人 他們經常都很正面的思考 似乎他們的病情 好像又不是那麼差 學員的能力是有的 如果那些病人 我們以前都和大家說 九種治病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負面情緒 而很多時候 那些病人好不得回呢 好不回的病人 多數都是負面情緒 固執 想法方面是變通不到 其實都是很對的 你的思想很明顯是會改變你的人的 雖然我也經常強調 和療法不是一種心理的療劑 當然 你不信都沒有緊 醫好你就醫好你的了 但長遠來說 你的健康得不得到持續呢 是很視乎你的思路 你的思考 你的人生觀 和你的積極性 這個就是很決定你的人 長遠來說 會不會健康長壽的 是當然啦 永遠都是發放正能量 正面思想 總好過自己亂做這麼多負面的事情 來傷害自己 好 今天我們也多謝袁醫生 和我們今天分享到 將一些 以為好像只是 心理上存在的 原來已經是可以科學化了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和原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原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